控制的出来,而是它没有办法控制的流出来 四蜜汤呢 我们的 这个 生腹脂 干浆 制干草 它把小肠的温度 撞回来的时候 最常用生腹脂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小肠太冷了 而生腹脂可以强心脏的羊 生腹脂下去的时候心脏波动得很快 那自然,因为生腹脂又很热 终将的寒室会打开来 所以心脏的热会进入小肠 这个小便腹力就是 小便非常的平复 重复,不断的重复去小便 不是说它控制的很好 那 这个里面代表里面有寒 寒的话,外面有一点点为热 代表羊要绝了 里面阴寒很甚啊,小便一直跑厕所 一直跑厕所,不断的跑厕所 那里面恶心东西就是吃乎家麦又很小 这个就是里阴寒很甚 这个就要用四腻汤 用生腹脂,干姜,制干草 这个最好用 肝臥呢 如果你看,肝臥 恶心,吐淹没,头痛者 无助乙糖组织 我们在肝病的时候 肝炎的时候,肝癌的时候,肝硬的时候 肝硬化的时候 还有胃下垂的时候 都会有常常恶心肝臥 东西没有吐出来,肝口就是 你并不是说吃坏肚子吐出来 而是就是胃里面恶心恶心的 吃不下东西 代表你胃没有问题啊 是别的东西影响到胃 就是肝脏 肝脏 所以无助乙糖很好用 那为什么会头痛 因为你无助乙糖是很热的药 无助乙是 好,吸药性很热的药 胃本身在这边 那来自的原因呢 可能是肝顶到胃 肝肿起来顶到胃 那顶到胃以后 胃的容积变小了 胃的蠕动也变缓了 胃加的变成寒症 本来的胃本来没有寒啊 可是因为肝脏的问题 造成的影响到胃 那胃气往上升的时候 头痛 这个头痛出现的时候 无助乙糖的头痛出现 一定是在硬糖这里痛 绝对不在两边旁边 一定是在硬糖这里痛 硬糖这里呢 就是胃的所在 好,注意看第395条 欧而发热 只要恶心而发热 如果说在绝音篇的时候 大部分人是二寒 手脚冰冷嘛 偶尔发热 代表说他已经回到羊了 小财物糖组织 所以你如果说 至于一个肝硬化肝癌的病人 他原来是身体中冷的 你把他吃吃吃吃 他突然说恶心流啊 但是我现在身上是热的 不感觉到冷了 水也退掉了 这就代表进入绍阳了 好,我们知道 从绍阳进入太阴 再进入绍阴 才进入绝阴 那你治疗绝阴的时候 回到绍阴 回到绍阴 回到太阴 然后再回到绍阳 代表病在退 这都是很好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好 第三百九十六条 如果一个人呢 伤寒 好 太阳表症 结果呢 被大吐大吓 照理说应该是焊解 大吐大吓之后呢 身体里面肠胃的经验 伤到了 急需 以及外气 因为他表还在那边 还没有去 还没有 这个去掉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发他的汗 再发他的汗 好 意思就是说 他大吐大吓以后呢 肠胃里面经验伤到 已经寒掉了 寒掉以后 你再去发他的汗 一发汗的时候 他肠胃的经验更少了 然后呢 再次的发他的汗 这个时候肠胃 造成肠胃的冷掉 所以胃寒呢 有可能是这种情形 产生胃寒 也有可能你喝咖啡 每天喝也是胃寒 喝果 可乐每天喝也是胃寒 好 吃蛋糕 吃黑森林也是胃寒 那都是寒冷 那这个时候婴儿得睡 这个时候你要喝水的话 胃里面是寒的时候 你一喝水下去打嗝 所以变成嗝嗝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是喝到冷水 胃中寒冷 太冷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情形 会造成胃里面冷的原因 胃冷的方法 造成胃冷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你长期的 我告诉你 长期的你喝咖啡 长期的喝可乐 所以你们叫那种小朋友 不要喝可乐 可乐不好 你看那个谁啊 我们有个小孩子 十三四岁在广州 这个爸爸妈妈很疼啊 独生子啊 大陆一胎化 小孩子口渴不要喝水了 水不好 你就喝可乐好了 给他情形 喝可乐 就是他从小口渴的时候 就喝可乐 喝了后来骨头都淡掉 然后脑部的智慧 脑部的成长 像老年人 六十岁的脑袋 怎么已经萎缩掉了 才十三岁啊 所以这种东西都不好 为什么萎缩瘦小 就是寒吗 寒症的话越来越小 热症的话越来越大 就是寒症 所以不要想办法 不要自己去 想办法制造寒出来 397条 就是沙罕能最后一条 伤寒 打嗝的时候 有富满 事其前后 知何不不利 利之即欲 好 这个条片出来的时候 诸位呢 你看 我们在上个礼拜 介绍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厨房 一个是分消汤 分消汤可以用在 皮脏 食症 肚子负水的时候 基石 比如说皮脏肿大了 分消汤很好用啊 肝癌的时候 肿的时候 我们用 补气 建中汤 对不对 有一个厨房呢 我们 就是前面的 前面的补气 建中汤 把折线拿掉 换当归 木通 生马 我开给你看 人生 白族 各事前 昌族 福林 陈毗 麦东 麦门东 当归 麦通 各三前 各三 好 然后呢 黄琴 后补 各二 伸马 这个生麻可加可不加 如果病人 如果说 你这个药太苦了 咸药苦的话 可以去治 把生麻拿出来 这个补中制食汤 是我们临床上在用的时候 病人 已经肝病到末期了 没有办法了 这给他一级 从最后个条片 富满是其前之和不不利利之 肝癌到后期的时候 好 大便大小便的没有了 大小便没了 最重要的是小便 小便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了解呢 这个肝在中间 里面肿大 可能是整个中 中隔 身体的中隔 就是肝 肚子肿得非常的大 肝在中间 我们知道它是寒丝 知道它是寒丝 所以呢 这样我们要去强皮 肝胃的药 像 陈皮 茯林 昌竹 白竹 这种都是肝蛋立丝 能够行丝排丝的药 脉门东呢 能够润肺 我们治肝的时候 上面肺 我们一个 看治病一个处方出来 不能说只针对一个障 一定要兼顾其他的东西 人气虚掉了 我们会加人参 那肺里面的精液 我们要把肺抢起来 当麦东 因为它的精液通通停在中间 这时候肺上面没有精液了 这个小肠的精液不断的上来 在中间的肝堵到了 所以它就停在 停水 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肝在这个地方 肝这个痕密在中间 那为用当归代表 血虚了 病人会 内脏出现的时候 内脏有病的时候 不管是脾脏 心脏 肝脏 都会有血虚的现象 而且久病呢 也有虚 这时候我们又加了当归 所以 补气补血 目通呢 就是 大便 不通 大便不通的时候 你又不能用大方去攻 对不对 它绝阴症的时候 不能攻下 李寒斯的时候 你一攻下 就死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 那病人有虚热 肠子呢 又怄气 气往上腻 因为梗在这个中间 所以我们加了黄情 跟后部 希望能够宽敞 能够让它长期往下走 同时黄情又有 里面有素食的话 它能够解毒 这个处方呢 如果下去 小便出来 就有救 那你要增强 增强它 要怎么增强它 就要靠我们的热药 整个绝阴天里面的讲了 热多比较好 寒多呢 不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处方里面 这是原方 古中之之汁原方 加父子 五钱 生硫磺可以用到 个子大的用到七钱 那这两个呢 我们用棉布包 棉布包起来 当你在 行器 立丝的时候 在立丝的时候 那水影很胜 水影很胜 那整个三胶都读到了 很重 里寒很胜 我们希望说 这个热药能够 进入到身体的中心去 把这个寒丝化掉 这光是行丝 可能外面撕排掉 可是里面寒丝还是有 所以我们会使用到 生父子 为什么 生父子能够强心 心脏跟小肠中间 这一段 靠生父子去强它 生硫磺呢 从命门到三胶 这个一下去 生硫磺平常 我们如果治疗水肿 那个硫磺放一点下去 哇 全身都冒汗 水肿一下子就退掉了 你如果这个 现在能够点命门火的药 真的 最好的药就是生硫磺 好 生硫磺下去以后 命门火会起来 肾脏的阳气会起来 那当你在行 阳气在走的时候 一配合了去施 行气 自施的药的时候 这就是这样 我们能够一搏的 一搏的情形 那它病人便秘 记得我的话 绝对不要用大花盲销 用就死 用就会死掉 所以说我们要用 木通 木通 所以这个 临床上看木通的时候 这个心脏的热要移热到 小肠里面来 木通很好用 所以当归身体套里面也有木通 我常常在开厨房的时候 小肠很冷的时候 我加了热药在里面 我就加个木通 因为小肠的乳洞 靠木通 木通它本身能够通 除了通小便以外 它能够通大便 对大便也很好 帮助很好 这就是这 原方补中制式 它用了很多年 但是你如果加了这两个药下去 药性就大增耗 可以增加它很强 那这个 就最后一搏 最后一搏 那如果病人恶心呕吐 怎么办 老师你刚刚才讲过嘛 老师病人恶心吃不下去 我用无足语 无足语 那这个是生姜来不及的 我们用干姜 对不对 干姜 因为无足语你可以用四钱 你越付的话五钱 对不对 这个没关系 干姜三钱 对不对 加重 千千万万不放甘草 所以我们在排付水的时候 甘草大黄 芒销都不用 因为记下 绝音篇记下 不能攻下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 四钱后 之何不不利 利之则欲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 很好的处方 我们怎么使用 那芬销汤我讲过 皮脏肿大的负水 真的是很快 很快就好了 那肝脏的话就很难的 那你如果吃下去 病人胃去回复 我们有病人就回来了 结果呢 我就刚刚讲过嘛 他去体检 你做什么体检嘛 就还很好啊 水肿都退到啊 他要去体检看 还有肿瘤在里面 在那边很好 他一看完 体检完第二天开始 人就开始黄 肚子开始积水了 然后开始慌了 开始怕了 走掉了 给自己吓死 所以说 我们在治癌症的时候 第一个要求 病人不要做任何的 检查的动作 不要做切片 不要做栓塞 什么都不要做 第二个要求就是 你要放平常心 不要怕 不要回去做体检 回去做体检 你就收话 告诉我 你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中医的健康标准 我们是站在外面 里面可能还有 其他的辩证在里面 可是呢 如果这个人 能吃能喝 能拉能睡 即使肝癌的肿瘤 还在那边 可能十年才长 指甲那么大一个 你就不要把他 小提大做 结果你120岁 都死掉的时候 人家把你尸体 拿去解剖 一看 这个家伙有肝癌 可是他不是死在肝癌 死在太老了 太皮了 那个吹火 吹蜡烛烛的时候 生日蛋糕 一吹那个蛋糕 那个奶油跑起来 塞在鼻孔里面堵到了 或者吃蛋糕 生日蛋糕太快了 隔到了 上面隔到了 旁边学生 看不懂啊 老是隔到 以为是这个 就没有给他吹吐嘛 就隔死掉了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去计较他 好不好 让他开心 那临刷上 这是目前我们所用到的 最好的处方 那鱼杖还比肝癌好之多了 好 鱼杖还比肝癌好之多了 那我们介绍到这里 那这个 我们下次金贵的时候 再见 金贵的处方呢 我们是 上海轮后面本来有霍兰篇 霍兰篇 好 这个 我把它重新移到金贵里面去讲 意思 因为后面的分门别类 我把它重新放进去 这样子比较完整 那有的 金方家呢 赞成 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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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个上海轮里面 有的金方 赞成说 把它放到 放到那个金贵里面去 那这个 历代的那个 大家想法都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从宋朝了以后 有个叫灵异 把上海论 上海诈兵论 分成 上海论跟金贵以后 开始的草 草 草 草无所谓啊 只要不要脱离金方的 原则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这里开 八本书给诸位 书单 书单给诸位 把那个灯关掉 把那个 那个 对 盖起来 这个书单呢 诸位开完以后 尽量赶快去找 等下我们 DVD出去以后 来不及找了 这个三寒论 编辑的集 义 这个呢 是大兴 台湾的大兴书局 书局 然后呢 作者是 单波 原券 诸位呢 去看着日本人 金方家号写的 看了以后 会稍微有点汗言 写得非常的非常的好 第二个呢 郑英方论 郑英方论 这是清朝 汪 零 第三个呢 四 四补齋 这是齋 不是齐 四补齋 一书 全集 四补齋一书全集 是陆九之 陆九之 陆九之 陆青祖 陆青祖 还有 戴天章 这些都是金方家 这个陆青祖呢 是叫有名的侠一 他的学生 就是陈世 陈世夺 所以我相信陈世夺 出版的 写的那个 那个 时事秘录 跟皇帝外经 就是他们 父亲主带这还有 还有皇帝外经 还有呢 可以看的是 徐灵台 一书全集 那是五周 出版 五周出版社的 那 这个好像 这个也是五周出版的 第五本呢 就是商涵 杂并论 这个商涵杂并论 并不是桂林版的 他是 台湾的士林出版 士林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呢 就是东汉张仲宇 这是原文啦 要看原文嘛 所以 我的解释归解释 诸位还是要回头看 原文 在第六本呢 就是我们讲的 十四秘录 十四秘录 十四秘录就是 陈世夺 陈世夺 现在外面好多版本 第七个呢 就是皇帝外经 一定要看 那是正本 绝对是真的 那皇帝外经 不是假的 不是人编的 现在人编不出来 写不出来那种文笔 皇帝外经 第八呢 商汉论 解说 这个是日本的大总境界 很有名的金方家 他自己写的 这都可以拿来参考 现在呢 金贵还没有开始讲的时候 诸位呢 看商汉就好了 看商汉 看手 把条片弄手 厨方弄手 先不要去看金贵 金贵我来帮你开启蒙 我来帮你打根基 然后等我讲完金贵以后 你再去看金贵的书 比较不会错 不然的话 你现在看了 看了你会误解 所以说这些 买到手上了以后 去看商汉 商汉的部分就可以了 不用看其他的 好不好 这些都历代的金方家 都非常的优秀 明年呢 我们七月份开始讲 七月份开始讲金贵 那在有 大概有五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好好准备 准备 商汉独手 我们再开始介绍金贵的话 就很简单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就辛苦了